大家好,我是PandaBand,大家好,我是Panda隨便玩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遊戲就是HER STORY 這遊戲早前我在近來搞什麼都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第一次玩的時候就已經很想拍片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遊戲最主要都是看它的故事 雖然玩法上都很獨特 算是2015年其中一隻令人幾意外的遊戲 但由於我玩的第一次 某些原因的情況下錄不到一段影片 中途發現我也覺得半路中途才開始錄也沒什麼意思 所以後來就這樣玩完了 但完成了一次後回來 我始終覺得這遊戲仍然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算我現在已經知道它的故事 我都決定再拍一次由頭玩過去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雖然說我已經知道它的故事會發生一些說什麼 但始終上一次完成這遊戲之後 回來都隔了很段時間 其實幾個星期都不是說記得所有細節都很清楚 而且也有一個好處的 因為這遊戲有少少的解謎成份 雖然就不是說記著用什麼物品加上什麼物品可以過關 但如果第一次玩的時候 我中途其實都停了好一段時間 所以這次回來玩 希望可以順暢一點 不會說如果第一次拍的時候 中途就停了好無進展 大家可能看得好像都不太過癮 我們首先進去才跟大家講解 這遊戲是做什麼的 剛才這個標題玩什麼音樂 我都很喜歡 看看有沒有之後 找過什麼方法 可以整段 這樣放出來給大家 誠心去欣賞一下 HER STORY的確是關於她的故事 但是她的故事是一個什麼故事呢 整個遊戲就是玩東西 就是看你如何發掘她的故事 一開始我們進入一個很古舊的電腦畫面 有一個叫做Logic的Database 我們首先呢 其實她有些介紹究竟你在做什麼 我們這個desktop上面 有個鐘 我不知道為什麼已經是16年的6月16號 突然之間時光飛逝 這個Redmi呢 其實就解釋說這個LogicDatabase 是什麼 是一個警方的電腦系統來的 簡單來說 她裡面就儲存了一些 關於兇殺組和嚴重罪案的 在Postmouth 這個朴恥茅夫 這個地方的警局 或者那個警察的資料 在這個系統裡面就記錄了一些 盤問或者是和一些 報案的人 一些片段 他們來報案 或者問他們問題的時候的影片 我們用這個系統 進行尋找到那些唯一 six 例如我找到 就好像這裡 開始被了一個 murder 謀殺你 你進去找的話 就會找到 那一段影片 那個受被訪問的對象 是說過murder這個字 就會找到那些 我們便要靠這個系統 找到一些影片 去尋找 究竟 這一單是一單什麼故事 另一方面 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 這裏有一個叫SB的人 其實是一個留言告訴你 他說資料負責在這裏 我就用一個關於資料自由 或者人人都有權去追查資料的道理 填了這個方法 就令你得到訪客的使用權 我們不是警察 我們是透過某一個人來到這裏 得到一個使用權可以用這個系統 他說這些影帶原本在1999年轉移過來 但是由於千年蟲的問題 之後就沒有人理過這些影帶 他找不到真的在警探的伺服器上的資料 即是我們不可以直接找到那些片段出來 但是透過這個系統 我們應該可以找到足夠的資料 其實畫面上有這個叫DB Checker的東西 其實就是查看你 這裡有這麼多段影片 基本上我告訴你 當你看過的影片 就會亮到綠燈 如果你想100% 你找到所有東西出來 就整個畫面會變成綠色 那其實我們究竟是什麼人呢 為什麼我們要來找這個 關於不知什麼謀殺案的事情 我們就一直慢慢去發掘 首先他一開始給我們一些提示 找關於兇殺 謀殺 你儘管找一下 看看找到什麼資料出來 找到四段影片 似乎有個女人 應該是不同時期 因為你看到她穿著不同的衣服 這些有隻眼的 我們沒有看過 我們從頭開始看看 究竟是一個什麼案件 你覺得是謀殺恩嗎 哎呀很明顯是謀殺 那我可以怎樣幫你們呢 這段影片看到是94年6月27號8點53分 在Mitting Room 3那裡 一個橙衣的女人就來了 你們覺得是謀殺嗎 哎呀看來他都很認同 很明顯是謀殺 那我可以怎樣幫你呢 那這個是什麼人呢 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們再看幾段影片 看看究竟有什麼相關 對了這個是我 但是2月 是幾個月之前的事了 關於Simon的謀殺案 關於Simon的謀殺案 我們現在多了個名字 關於Simon的謀殺案 我們看日期 這是7月1號 這是6月27號 即是這些影片 基本上是按日期的 按日期 首先 似乎 他就離協助調查 說 這個兇殺案 我可以怎樣幫你呢 但是下一次呢 警方似乎 給一些閉路電視 拍到他說 對啊這個是我 但是已經成2月的事了 真的很多月之前 半年前的事了 那 關於Simon的謀殺案 什麼事呢 看來警察告訴他 Simon被謀殺了 Simon又是誰呢 繼續看這兩段影片 我沒有殺到啊 Simon 你抓錯人了 你搞錯了 似乎呢 這段影片就7月3號 再過兩天 又再一次不同的場合 衣服都換了 再找他回來 就似乎指控這個女人 是謀殺了Simon 首先說 呃 呃 是由謀殺案嗎 我可以怎樣幫你呢 到後來 原來他是兇手 究竟中間有什麼來龍去脈呢 這段影片應該是同一個時期 他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一路互相和大家說的故事呢 就只不過是故事而已 最後這段影片呢 就說 呃 我現在想找我來 就是跟我律師聊 就是可能起初呢 就是說 那些警察不是經常說 呃 你..你..你.. 不是事必要你說的 現在你所說的事情 都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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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但是他就說 呃 你根本沒有證據去查理我 你又沒有 呃 那些空氣啊 你什麼證據都沒有 呃 呃 我們可以再看多次的 還有看的時候呢 有字幕 很重要啦 還有可以這樣飛過去 是吧 你沒有..你沒有..你沒有..你沒有證據 你都沒有..你都沒有證據 而我們不斷 互相和大家說的故事 都只是故事而已嘛 就是.. 可能是.. 揣測而已而已 那究竟.. 究竟..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呢 那我們呢 就可以更改這個 找另一個字眼去找 我們剛才.. 整件事 Simon 很重要是不是 Simon 看來我們打Simon 進去找一下 那似乎有很多段影片 他都提及過Simon 有61個entry 但是這個系統呢 就只是讓我們看 頭五個entry 所以就.. 有一個規限在這裡 呃..我們可能要再縮窄個範圍 才會找到更多影片 但是看到這裡五段應該都是同一個時期 又不同三 又是另一個日子的 究竟.. 我們在中間可不可以找到更多關於Simon的資料呢 嗯.. 6月18號喔 其實是在之前的喔 Simon Simon Smith Simon Smith Simon Smith 是一間玻璃公司做 做窗門啊 很多不同的玻璃的 做一些藝術東西 做鏡啊 很漂亮的東西 Simon Simon是誰呢 肯定相識的 這個是18號的影片 看到我們之前找的第一段 好像是 27號 的影片 更加 更加要早的 同樣都是18號啦 繼續看下去 形容Simon 6呎 6呎 暗金色頭髮 中等身材 全剃鬍子 全剃鬍子 如果他不剃鬍子就會變紅紅色 所以他不喜歡就剃了他 他帶了一張照片來 帶了Simon的照片來 去年去羅馬假期的時候 的照片 羅馬假期 他和Simon一起去旅行 應該是 應該是 Simon不是女朋友 老婆 不是媽媽吧 看一個感覺 他這樣說 他的態度 不像是媽媽 但你看看這段影片 神情這麼輕鬆 我們可以推斷 這段影片 其實他是來報案的 基本上 應該是 那時候 起碼還未肯定 還未覺得Simon是死了 可能人口失蹤 來報案 Rockingdon Arm The Rock 一個餐廳 還是什麼 可以吃東西的地方 很明顯是 還有一個 酒吧女郎 叫做Helen Peter和Simon 這裡出現了幾個名字 又Peter 又Simon 其實呢 這個遊戲系統 我們還可以做幾樣東西 譬如這裡 其實你可以自己加 或者你不加也可以 你可以在這裡 幫他加個 即是加一些自己的 Tag 譬如這裡 他講過The Rock 什麼Helen 我們是不是要找Cummer 分開它呢 Helen 其實裡面 除非你打這些字 不是他講過的東西 因為其實你打一些 他講過的字眼 其實沒什麼意思 因為他都講過的 在這裡 所以我們 裝了東西 沒有打過 先給他一個blank 對了 再看下去 是 是 是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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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某些 是 他說的 有電腦 應該是 是 94年 啦 這是很久以前的電腦 什麼 是 是一個牌子 他說 Simon 有一個印刷 不是經常用的,有一個印刷,可以寫東西 Simon 有時會用來玩玩遊戲 爬塔救公主那類的遊戲 不知道是什麼遊戲,波斯王子? 94年,94年是不是玩波斯王子,我都不記得了 應該是有些事 Simon不是那些會突然走去做傻事的人 一定是有人對他做了一些事,或者發生了一些意外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好呢? 我們下一步怎麼做呢? 所以可以推斷他這個時候 譬如在6月18號這一天 還在說Simon不見了 我們還有一個功能呢 我記得中間這段影片 這裡提及了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先將它加到Session 將它記錄在下面的儲存甲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放下來就不走 所以呢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都加了很多東西 加了太多,後來做不走 還是找到很難的 所以我們似乎把最重要的東西加下來就好了 因為我們再找另一件東西 容易重新回應 其實呢 剛才Murder那一段 都好像中間有幾重要的東西 譬如這裡說2月 不是不是這段 找律師講故事 我想這幾段都不是很重要的 OK 我們看這段 他提及好像有一個地方 是Rockington Arms 對 Rockington Arms 有一個叫Peter和Susan的人去管理 像一個酒吧 他說 有些常客 Simon都會去那裡喝酒 好啊 這樣 Peter說看到Simon在這裡喝了幾杯酒 我們呢 從這個方向繼續查下去 可以試試Peter 看Peter是什麼人 可能是酒吧老闆 可能 只有一段 這段我也看過 就是我們剛剛下面的這段 Peter這個名字沒有再重複出 我們試試找 The Rock 是不是 嗯 對了 這裡又有另外兩件衣服 好像 證明他來了很多次 髮型都不同了 我們看看這段之前他怎麼提及 禮拜五晚 哦 我們罵過膠 他走了 禮拜六呢 他沒有回來 我等了一整天 又有一個Eric 本來有單職的 他沒有出現 所以Eric就打電話了 星期五晚也見到他 今早都沒有回來 完全不像他的常態 等到晚上飯 他都還沒有出現 所以就來找你了 他的父母也沒有他的消息 �悍 很明顯是星期五晚上他們罵了膠 Simon離開了家 接著去了The Rock的酒吧喝酒 老闆Peter見過他 接著就沒有再見過他 星期六本來他要開工的 但沒有出現到 接著星期... 我想應該等到星期日 他說再過了一天 第二天都沒有見到他回來 但等到黃昏夜晚飯的時候 都沒有見到他 所以就擔心了 就來報警了 我想說這個女人 我們看看 這個6月25號 即是都是之前 肯定去謀殺之前的 這個是18號來報案 接著25號呢 再來這裡出現 不知道這次又來做什麼呢 我們看看 這次摘起了頭髮 這次 你們都跟The Rock的人說過 總有些人應該知道他去了哪裏 我怎麼知道 可能有很多原因 譬如我們報了案 說我們有人口失蹤了 那...他們是不是已經說 他就說你應該跟酒班的人說過了 是不是他們完全都毫無線索 所以再請他回來 再調查呢 再問呢 25號 這個30號 這個就是林發現 她 是說被人殺死了之前的 沒有人來過這幾個禮拜 三四個禮拜前 有個通渠佬來過 Simon 就在The Rock 認識到一個通渠佬 來過通渠 會不會是那裏有些什麼 口角啊 然後被人分錢不暈之類的 我們看到這幾段影片 我們可以問的人 包括有個Eric 我們剛才看到 跟著有個通渠佬 跟著這段就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說... 什麼問題 有很多可能性的 對 這段應該... 線索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線索 我們試試找通渠佬 是不是... P-L-U-M-B P-L-U-M-B 只有這段影片提過的P-L-U-M-B 那就是... 似乎通渠佬 也不是... 這個不是很重要的人 我們來找一下Eric 看看Eric是什麼人 又多了幾段影片出來啦 有十四段影片提及Eric 但我們只看了五段 但有些就已經重複過了 繼續追查下去 他在穿件...衣服 呃... 藍色瓶領衣和牛仔褲 有一隻錶 這隻很漂亮的錶 哦...Eric 他是BOSS來的 他BOSS送給他的 有一件外套 像Pakdington Bear那件的長褲 什麼什麼 看不到最後一句 一邊顧著翻譯 灰色的長褲 那件... 什麼Defil Coat 就不知道是什麼 But he would have taken that with him It's not in the house 嗯...he would have taken... 對... 就是... 那件外套他就... 在家裡找不到那件外套 應該... 就是穿著那件外套 而失蹤了 繼續看同樣是... 來報案這日十八號的東西 有串部Cavalier 他們共用的 還有一輛4Van комп店 specifically 其實屬於Eric 但他們可以使用 他說1輛4Van鎖匙 就不太肯定在哪裏 他可以幫你找 那感覺自己的車呢? 雙 За兩個車都在 Simon沒有開車走了 自己那輛Cavalier和公司那輛貨車都在 他們是共用的 他們是自己的私家車 所以他們當然有鎖匙 公司貨車的事就要找一下才知道 有條事都不代表什麼 起碼車都在 包 通常都給Cash 不喜歡 先用未來前不喜歡用Visa 直到Eric 老闆說不是啦 你都是拿回一張卡啦 否則有什麼事 沒有現金 我們很麻煩的 那是說有一張卡 可能問你有沒有信用卡 信用卡就應該還用了銀包 不是說找到他 這些人來報案而已 不是來這麼快 沒理由這麼快找到東西 那就是有一張Visa 接著這一天就第二次回來協助調查 Eric就好像他叔叔一樣 兩個都很親近 有時候要去外國開會 還有一個Diane 耶 Eric的太太是Diane 我們這裡看到 嗯... 他說有一張錶 有一件外套 車沒有被人開走到 Eric是他老闆 有時候會出去外國去 conference 什麼什麼會議 玻璃廠也要出去 玻璃公司也要出去會議嗎? 不知道是一些trace show 我們應該先從人名字開始吧? 剛才算錯了 應該是Diane這樣 嘩 有很多段 我還用了結他出來 這段應該是剛才看完那段 駁下去吧 Diane莫非很有關係 Diane很好人的 啊 搞派對嗎? 有兩個小孩 咦 你也在那裡做過事嗎? 你和你老公都在玻璃公司一起工作嗎? 有沒有關於他更多的資料呢? 再看看這段 27號就已經有些... 啊 已經找到他的錶了 27號的時候 再說一說 有啦 Eric送給他的 今年是拿到的 喔 結婚周年禮物 肯定他和Simon是... 是兩夫妻來的 一降錶 咦? 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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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號的時候 他不是跟他說什麼... 謀殺案 但是他最後說了一句 很有趣 他說 那... 我就沒有嫌疑 這個時間... 我那時候在格拉斯哥 在蘇格蘭 出了國 Postmouth就在英國 起碼不在本地 我去了旅行還是什麼 之後 什麼時候呢? 在6月18號 至到6月27號 甚至25號都來過 我想 18至20幾號之間 發現老公 發現老公不見了之後 都突然之間 都離開過家 去做什麼呢? 看看這兩段片 6月30號 他在酒店 他在酒店 沒有人回到家 再問他 可能在這裡發現 他死了之後 就問他會不會 跟別人有仇 他問有什麼人 會來找他 找上門的家 找他呢? 再提及 Diane 因為說 Eric的老婆 就... 煮東西很好 MASTER CHEF He got the recipe of CFAX And I did my Lloyd Grossman bit commenting from the sidelines I had to find Fennel from the supermarket Have you ever eaten Fennel? Fennel是什麼來的? 這個題外話 應該說一說 就... 可能說 有什麼人 譬如Simon 很熟悉的 會請他回家 他說 就不常常會請人回來的 最多都是他 老闆 和薯頭婆 Eric 和Diane 就會來 有時候我們就會 煮一下 上次去 MASTER CHEF 一些飲食節目 拿了個 菜... 菜譜 跟著做 在旁邊 好像上了電視 做一些評語 簡單來說 發現他死了之後 就來問一下 嗯... 請他回來 再問話 這個就是6月30日 但這裡 會唱歌 彈結他 關於大音什麼事 Simon和Eric沒有吵架 他說 他們兩個好好的 除非是 關於工作上 因為Simon有時候 都很完美主義 你應該問Diane 我不清楚了 但為什麼 為什麼要唱歌 呢 我們進一步 找到Diane 和Eric 兩夫妻 她經常說 很好人 沒什麼特別的 發現 說 關於什麼事 那... 我們跟著 可以從什麼方向去 發掘下去 看看這裡有什麼情報 再回來看看 Eric 有隻標 這個Diane 我們之前看過 不是很關係 我們是不是... 喂...他這裡說 那... 我們應該找找那間... 玻璃廠 那間玻璃廠 那間玻璃廠 和Simon的死 會不會有關係呢 那... 再不是... 這裡很重要 他說那個時間 我就不會有嫌疑 我是在... 格拉斯哥 我們查一查 格拉斯哥 應該... 你說你突然去了格拉斯哥 我想警察一定會問你有關 你為什麼會去了格拉斯哥 你出國做什麼 你那裡做什麼 為什麼會走了 我們就查這個字 算錯了 剛才 格拉斯哥 那... 連續... 應該... 我們剛剛看的就是這段 就是前前後後呢 都... 都有提及的 快點看看 究竟... 講什麼 上了車 我就一路開 一路向北 一路向北 我發... 即是醒醒來的時候呢 發現我已經去了格拉斯哥了 好累啊 我就... 需要睡一睡 他說他要... 即是... 他想散一散心這樣 所以就說我... 開車就... 和... 然後就... 什麼... 什麼... 離開有利的季節之後呢 就去了格拉斯哥那裡這樣 當我醒醒就是會過頭來 會過神來時候 發現自己已經去到這麼遠了 去到那裡了 然後就很累了 所以停車就在車上 睡了 醒來之後呢 就嘗試在公共電話裡打電話給Simon 然後就回到英國這裏 說說為什麼會無故提及去 這裡為什麼會開始說起駕車走了 我覺得 Galasco那天什麼人都沒有 可能問他有沒有人可以證明你當天真的駕車去了那裏 他說我想都沒有了 那裏人影都沒有過 他又再重複了 現在又沒有人 我駕得很差就撞到的士 咦 不是撞得很嚴重 只是嗨花了 那個人很生氣 那時候連連行車證都沒有 噢 他說大了肚子 醫院一定有記錄 不是去過那裏 還有車子又有一個花坑 這一段就重要了 他說他去到 我不知道去哪裏撞了車 但是總之 本來跟他撞車的的士司機 或是騙花了車的那個 就很勞氣的 但是當他告訴他 我有新人的時候 他態度就軟化 還堅持叫他去醫院 檢查檢查檢查 檢查了沒事的 那原來呢 這個女人這個時候大了肚子 大了肚子 老公又死了 也挺慘的 最後為什麼會變成空手 還是什麼呢 那我們 我們應該從哪裏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有10個 看得5個可惜 Hospital 他說有醫院的 證據 有紀錄的 他去那裏查 我們查一下醫院 這個好像有另一件衣服 看完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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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問醫院 嘩 就這樣一句 兩秒 問 警察問了那個什麼問題 令到他回答說 問醫院 這樣 我們來到這裏 看一看這個 這個 先 我們看到 可以有些幫助的 因為 剛剛看完這段 就是這一段 就屬於這個 Database 排在這個位置 順序 我們看了好幾段 都是他第一次的紀錄 然後這個中段 我們看了 臨尾那段 我想臨尾那段 就是 我要見我的律師 那段就是 最後最後這段 我們看完這一段 這個是7月2號 我都說了 他死的時候 又問他 你有沒有跟我已經說的 這裡我們refresh 咦這段 嘩這段 這裡已經跳到這麼下 27號 接著這裡 7月2號 就是說 告訴他 7月1號來的時候 跟他說他已經死了 謀殺案 接著這天又另一天 再請他回來 協助調查 那 我正在說什麼 我們 我們 有多難 對 有多難 我們都確定了 他被殺的時候 我在 解釋哥 你究竟有沒有 跟醫院 聊過 為什麼警察 究竟有沒有跟醫院 聊過 我也很想知道 那就是 在Simon發現 被殺之後 似乎 那個 嫌疑 或者 警察調查方面 當然 你最親密的人 當然是 會在那裡查 或者他們又在 Eric 那些人身上 找不到什麼情報 所以又請了他回來 沒有什麼進展 在這方面 我們 應該從一個 什麼方向去找 會比較 找到 我們究竟 我們 我們首先找的是 Simon 怎樣死 還是 他是不是 兇手 究竟 怎樣被殺 比如我們 有沒有 Murderer 這個 兇手 沒有 我們還可以找些什麼 他去過 駕駛了車 然後 撞了車 關於撞車的東西 咦 有一段 這裏是很厚的 這裏是很厚的 很厚的 加尼斯基里 在認識 啊 啊 經常都覺得 慘死的人 會留下 活動的東西 亦都會分享他們的夢 醒來寫下 這裏是怎麼回事 當一些美麗的人死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覺得是一個有些警示 有些隱世秘密 記不記得Grace Kelly 嘉莉斯基利一個演員 後來嫁了摩洛哥王柱之類的 就變了王妃還是公主 我們認識Simon之前 為什麼用V 他跟另一個人一起認識Simon 莫非說是 就是我們認識Simon 那一年呢 撞車死的 他們用什麼Ruja 類似蝶仙的東西 Speak to her 即是玩蝶仙 他跟一個朋友玩蝶仙之類 跟著就 那個蝶仙就是嘉莉斯基來 跟著就 就 就令他們認識 找到Simon了 起碼我們是這樣想啦 我覺得有些 就是 因為 慘死 慘案而死的人 會留下一些 魔法 去跟 我應該說同一個朋友 就說 我們也會分享一些夢的 睡醒 然後就寫下 在日記之後 然後就 做比較 這樣 有個什麼朋友呢 這裡 但是這個是很後的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莫非這個 這個朋友是很重要的 這個朋友是兇手 但是這方面我們沒有什麼進展了 我們應該嘗試找回 頭的部分 例如Eric Peter 那些東西 我們想找一下那間玻璃公司 其實 這裡有很多 很多 可能是提及那間玻璃公司 不叫什麼名字 那間玻璃公司 要檢查一下 這個在說 沒有 問一下他的身體上有什麼特徵 之前還在失蹤那時候 被玻璃戒傷 很久之前的了 有個巴痕 沒有紋身的去畫 拍照的時候 除下了眼鏡去畫 平時要戴眼鏡的 無論是看報紙啊 或者看菜單 這樣 看電視 他喜歡電視 不是常常看書 但是很喜歡看電視 這個也是在形容 Simon 其餘這些 為什麼會提及玻璃呢 或者眼鏡 這裡似乎重要一點 有一塊鏡 禮物 是一塊很漂亮的鏡 有一些有雕刻的鏡 或者玻璃 那樣 他說 他說是討論還是什麼 我們先看看 這裡似乎有一個靜物 在他的衣服上面 很合理 他用手做的 這個似乎是鏡 是一塊鏡 他老公做鏡 做玻璃做鏡 然後送給他 我想 他現在找到一塊鏡 可以停一停 可以停一停 這裡似乎說 找到什麼在他的衣服 什麼毛髮或者指紋 還是玻璃 我想是不是有玻璃在他的衣服 或者有鏡的碎片在他的衣服 他說 很合理 因為他用手做的 他老公是 專門做一些 有花款 一些藝術品 的玻璃 或者鏡 他是用一個刷 把銀掃到玻璃上面 做一些花紋 他說現在 他們已經不這樣做 以前有些手工藝 這塊鏡可能是 他老公做來 送給他是禮物 他剛才另外一段影片 說有一塊很漂亮的鏡 這是另一天 這個是提及說 今天喝了很多咖啡 不用了 喝水 又不知道不是很重要 我們這裡有個證物 是一塊鏡 來的 之前這段說什麼 再說一次 他這裡又說禮物 他說 It wasn't a present present 不是關於禮物 他不是說 不是關於現在的東西 present present 應該是禮物 我們應該要查一下你們兩夫妻 究竟有沒有罵過膠 It has been shimmering for a while 即是 即是 都醞釀了那段時間的一些爭拷 我想先找了鏡 但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找到更多 關於這塊 靜物這塊鏡的情報 前又有 後又有 很多事 拿著鏡 都似乎還有說過話 那段可能有些意思 咦 現在才說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Hannah 原來 Handron 是嗎 哦 即是那些前讀後讀 都一樣這樣串的東西 無緣無故解釋這麼多東西 肯定是他老婆 除非是他的姐姐或者妹 Hannah Smith 大家一樣 應該是兩夫妻 我們照樣估計 原來這個女人就叫Hannah Hannah Hannah Smith 應該是她太太 相信 或者Simon是她老公 又說那塊鏡 我忘記了 我放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看是樓上 之後都沒有再看過她 但是這一天 這次來已經說過那塊鏡 咦 這個就說過 禮物是一塊鏡 這個25號 未證實她死的時候 已經提及那塊鏡了 其實她死了之後 證實是兇殺案之後 這裡才能找到一塊鏡出來 應該說 看看這段 銀色的葉 銀造的葉 不是 這塊鏡 看來是故意像古董的 反應不太好看 這塊鏡 嘩 嘩 很有感觸 那句話 最後她說 很適合一些 不是很想 看到自己倒影的人 這塊鏡 是非常適合 為什麼突然這麼有感觸呢 證明她跟她老公之間 似乎都真的 有些事情發生過 那跟這塊鏡應該有關 因為她這天 這天她請她回來 不是這天告訴她 是謀殺案這天 那些警察已經跟她說 一塊鏡的問題了 但是她說 我放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在樓上 之後我都沒有再留意過她 那就是 之前 我想警察問她 上次說的那塊鏡 現在還不在 這樣 即是應該在這一次 6月25日 這一次 他們已經提及 那塊禮物的那塊鏡 而且又有討論 我們應該先找了禮物 先看看 先找了禮物 present 我想這段 最左邊這段 就會是 就是她提及說 我們剛剛看過那一段 之前的一段 是我生日 在家裡吃飯 本來我們吃了飯 她給我一個禮物 我想我不喜歡那份禮物 這就是為什麼她們 吵架的原因 她那晚 我想她老公 走出去的那星期五 就是 Hannah的生日 那 Simon 搖到她的咪 Simon 就送了一塊鏡 給她做禮物 但她就可能說 我可能不喜歡那塊鏡 所以就 扯火 因為某些原因 就扯火 然後 我想她第一 她第一次來報案 但就沒有說 我想第一次有沒有說 吵架 總之所以 之後第二次警察 請她回來 6月25日的時候 就說 你們當晚是不是有些爭吵 Simon 是不是有爭吵 Simon 才走出去 什麼 然後就提起 那塊鏡 第二次回來 告訴Simon 死了的時候 又再提及那塊鏡 這塊鏡可能很重要 其實 由我起床之後 你說你做過什麼 那我起床 Simon Simon 已經起床了 做了 Egg Benedict 給我做早餐 大家都要上班 所以就沒有送禮物 那我去做事 吃了生日蛋糕 那些小孩 做什麼會有小孩 然後回家 阿生日吃外賣 這麼慘 阿生日吃外賣 這麼慘 然後就說關於兒子 然後就罵架 哦 Simon就很生氣 不,Simon就走了 我就很生氣 大家都想走開一下 哦 這就是說為什麼 他會開了車 走了 當晚就走了 就是罵完膠 那晚就走了 他會做什麼工作 他不是在玻璃廠做的嗎 為什麼 他說他上班呢 吃了些生日蛋糕 有些小孩跟我唱生日歌 做先生的 托兒所之類的東西 看下去先 他好像說是紋身 生日禮物 大肚子的時候都不想喝了咖啡 他說 你應該可以喝這麼開心的 這天 這是哪一天 7月1日 7月1日 這麼開心的 為什麼 說到她老公死了之後 奇怪 3號 是嗎 扮她 扮她 有人扮她 他們聊天 有一個人扮她 在這裏說 他就說他想跟我一起 他又拿了一塊鏡子出來 不是他拿了禮物出來 是另一塊鏡子 就好像 他送給她的那塊 那個所謂的 很獨特的禮物 他就發瘋了 打爛了那塊鏡子 他們吵架 尖叫 他就打她 噢 因為吵架打爛了一塊鏡子 所以就 喂 這個雖然我 我不是第一次出現這個 這樣的影像 但是 我都 我都 我想是 當你找到一些重要的情報 剛才那個反應 就會閃出來 我第一次玩這遊戲的時候 被那個鬼影 嚇到死了死了死了 因為 我也不知道 什麼情況下 會出現 你看到音樂都響起了 就證明剛才這一段 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一段 其實講出了 那個 Simon的死因 我們 回來再看一次 詳細解釋者 他就說 他的故事 就是 呃 他 即是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 就等男人回來 應該是 Simon 應該是 這個女人 就戴起了我的假髮 一些我的衣服 扮成是 我 這個女人是誰 然後他們就聊天 就是Simon 跟這個女人聊天 這個女人聊天 他就 很喜歡 扮成我的 那 Simon 就說 說 他想 和我在一起 這個 我究竟是Hannah 還是那個女人 然後 他就 拿出那份禮物 是另一塊鏡 來的 呃 就好像 他送給他 那 Simon 當然是做了很多這些鏡 周圍送給人 家傳之寶 媽媽叫我 送給 未來的 妻子 但是他呢 原來有很多 送給他的 所謂很獨特的 那份禮物 那他就發瘋了 他就打破了 他就 吵架 尖叫 Simon 就打了那個女人 所以那個女人 就拿了一塊鏡 的碎片 一扔 就戒中了他喉嚨 他本來想嚇他 但誰不知 就弄死了 Simon 又出來了 但我不用看一次這段影片 就出一次 得人害怕 這個應該是我 其實 剛才那個 是螢幕的反應 那我們就找到 Simon 的死因 這個那麼重要的影片 我們再加進一個 但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Hannah 有 Simon 認識了另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又扮成Hannah 她又把這個鏡 又送一次給她 那 但那個女人 怎麼會發瘋的呢 可能Hannah 和這個女人 之間 她說過 即是給她看過那片鏡 說她送了一片這樣的鏡 給她 那可能這個女人就覺得 呃 呃 那片這樣的鏡 你送過 一個人 又送給我 又 又 又跟我說到 是很獨特的什麼 然後就 生氣 吵架 然後就 錯手 殺死了Simon 我們 起碼知道 呃 呃 是這樣的發生的 但中間 究竟是 一些什麼來龍去脈呢 我們 仍然是未清楚的 我們看看 Database 還有很多影片 未看的 雖然我們 很快 玩了一段 就已經找出 這個 所謂的 呃 Simon 死因 但我們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我們知道Simon是怎麼死的 那我是誰呢 我為什麼要追查這件事呢 呃 我們還不知道 但這次 我想我先玩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真的 呃 看 知道更多這個故事 是怎麼回事 呃 呃 告訴我 或者我會繼續 再玩多些下去 一來我們可以看得多些故事 究竟是 呃 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如果你說 咦 知道之後呢 你想自己發掘 或者你有這遊戲 或者還沒玩 或者想著去玩 你可以自己去玩 或者你覺得 呃 都不是很特別的 你看影片 在那邊解釋 你就玩過了 那就覺得 都不想再看下去了 那 也可以告訴我 或者 你們有什麼揣測 估計 究竟 Hannah 呃 這個女人 Simon 究竟 為什麼會 出現了一個第三者 而令到他們 這樣 就是 這個女人是什麼人 為什麼會殺死了她 呃 猜不猜到 這個故事 發生了什麼事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不知道 這次呢 玩到這裡為止 先看一下 大家想不想看下去吧 那我們 或者下次再繼續吧